欢迎来到露天小剧场 我是明君 说到黑道电影 你会想到什么呢? 一般人可能会想到 教父三部曲 或者是香港的古惑仔系列 但台湾的黑道片代表呢? 是猛假还是脚头? 今天我要介绍的是 台湾影史上最凶狠的黑道片 少年的安娜 故事的序曲 发生在鼻头角的阿猪海产店 杰哥陪着老大来到这里交易黑枪 却被黑吃黑枪杀 杰哥因为不在店内 因此逃过一劫 地点来到云林的北港 主角叫做阿狗拉 因为家族有荷兰血统 隔代遗传长得像外国人 所以叫阿狗拉 16岁的他刚考完高中 与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 阿狗来到KTV唱歌 阿狗在台上唱得正开心时 台下传来叫骂的声音 骂他唱得太难听 阿狗拉帮忙在一旁站下 阿狗拉也冲了上去 双方大打出手 两人被赶出了KTV 气在头上的两人 在离去前丢了汽油弹 烧掉整间KTV 阿狗拉的爸爸是外省人 大家叫他好酒拉 好酒拉因为爱喝酒 每次都喝得脑袋不清楚 所以时常被骗钱 阿狗的姐夫用狗是一位警察 白话一点就是有牌的流氓 用狗特地出面来帮忙舌尼亚 希望大家不要再骗好酒拉 此时当地的流氓方程一出现 看到倩钱的好酒拉 不说一话就动手 连一旁的阿狗和阿狗拉也加入混战 好酒拉你在这 阿狗拉越想越生气 骑着他的小五十机车来到了北港朝天宫前 西瓜刀从车子侧身拔出 才发现扑空 他转身前往方程的赌场 阿狗拉把西瓜刀藏在身后 不断叫嚣 忽然刀光一闪 双方冲突 警车也随之而来 一伙人被带到警察局内 笔录没写多少 双方一个队员 又在警局继续呛吓 用格出现镇压全场 此刻走来一个西装笔挺的人 他是当地的议员 想直接把方程带走 好言相劝用格不要让他难看 老江湖的用格不想理会这个老油条 转身就离开警局 用格打电话给当地要好的角头 抱怨方程根本不给面子 他现场还敢动手 电话中的角头要他不要太激动 阿渡哥从警局被放出来 阿渡哥来找他庆祝 忽然 忽然杰哥现身 并且身上带着枪伤 一伙人连忙把杰哥抬进屋里 杰哥的女友美美 赶紧为手臂中枪的杰哥治疗 杰哥身体无大碍后 便叫阿渡哥去找神经标 神经标抱着小孩出现 看他一副老百姓的样子 其实他之前是帮派中的狠角色 替杰哥干过很多大条案子 管训后答应太太惊喷洗手 不再过问江湖事 路边的小吃摊 杰哥好不容易从南哥那里 得知了凶手的来历 南哥并且告诉杰哥凶手的行踪 也叮咛他千万要三思 杰哥带着神经标阿国阿渡哥 来到渔港的流水席 杰哥得知消息 枪杀他老大的凶手阿文 会来这里参加他亲兄弟的婚礼 阿国和阿渡哥留在车上 杰哥还给他们两把手枪自保 三个农妆艳抹的女子 正在台上唱跳 鞭炮声响起 新郎新娘上台 杰哥和神经标点了烟之后 就开始行动 剑单放在锚台上 新郎新娘上台 舞衣公园 粘档 牙 神經標在掩護傑哥逃走時中槍 阿國見到這麼多血驚慌失措,車子停在一旁 阿國跑出車外瘋狂的嘔吐 傑哥丟下了兩人,自己獨自開車去找蜜衣 兩人搭上回程的遊覽車 阿國受到驚嚇之後睡得特別香甜 頭還靠在阿兜阿的身上 隔天,阿國在撞球間向人展示他的手槍 彷彿有了手槍,他就近身了一個層級 神經標的上禮上 美美和小琪一身黑色裝扮出現 美美轉交傑哥30萬給阿多拉 要阿多拉把錢交給彪嫂 彪嫂哭得很難過,不收錢 反倒是彪哥的母親說 這條命是阿彪上輩子欠的 阿彪在落魄的時候好在傑哥照顧他 江湖市總是一波接著一波 阿多拉來到廟口吃宵夜 方程的人看到阿多拉便故意坐在他身旁調侃他 雙方一言不合,拳頭握緊 就往對方身上尻下去 麵攤的老闆面不改色地繼續煮麵 阿國衝了過來拔槍就射 而槍聲也驚動了警察 當天的阿國就被用格私下帶回家 不只槍被沒收,用格還用手銬把他靠在床邊 這一靠就是三天 每天用格都會來問他槍是從哪裡來 用格軟硬兼施,但阿國怎樣就是不說一句話 阿多拉的大舅媽來問他是否有打算去美國 他的母親已經幫他把護照都辦好了 阿多拉沒有說好也沒有說不好 阿多拉聽到自己的兒子要丟下自己去美國 氣到直說自己的人生沒有前途了 一氣之下就走出房間 不知道是真的要跳樓還是私足 就怎麼從二樓摔到了一樓 阿國戴著手銬逃離用格家 來到撞球間找人幫他解開手銬 等待的同時還吩咐旁邊的人幫他買毒 看見撞球間的老闆一開口就說 他在跑路需要借五萬塊 完全是一副小霸王的模樣 阿國跟賣家約了在交外的交易 但賣家只有帶兩支 阿國還拼命的想從對方身上搜 阿國一見阿多拉便問他解割的那一把槍呢 看來阿國還是心心念念著身上要帶著槍 兩人正說到一半 一台白色箱形車行駛過來 一下車就是方程的人來尋仇 阿國被壓制在地上 一旁的阿多拉見情勢不對 趕緊拔槍 趁著空檔兩人上車 把方程的白色箱形車給開走了 阿國在河堤邊沉著風 像是飛翔的姿態 好像剛剛幹了一番大事 兩人在車上發現了線彈槍與毒品 興奮的阿國一裝上子彈就對空鳴槍 兩人搭車到了台北想要投靠傑哥 但他們先聯絡上了小琪 小琪為了盡地主之一 帶他們來到了Pub 林強和羅大佑正在唱皇后大道東 小琪拿起黑金剛拨打美美的電話 卻怎麼也打不通 他不知道美美為了不讓傑哥再惹事 盡可能地斷了傑哥的聯繫方式 阿國來到了台北 依舊找人賭撞球 他的對手不斷調侃阿國是鄉下小孩 在學人打球 阿國受不了嘲諷 便拔出手槍威嚇 眾人見到還以為那是玩具手槍 依舊不改臉色 直到阿國對空鳴槍 眾人才驚覺不對 三人坐上計程車 小琪怪罪阿國只會替大家帶來麻煩 阿國辯駁說他開槍又沒有打到人 阿都阿在旁邊沒有幫忙安撫情緒 只一心著急的要找美美 吵著小琪心煩大罵 三人像小孩子一樣玩鬧在一起 完全不在意前面還坐著司機 小琪和阿都阿下車上廁所 司機趁阿國下車買飲料時 把他們的行李丟包 無奈的三人站在天橋上 阿國提議去小琪家先避避風頭 但小琪推脫說不如去旅館 此刻天橋下聚集了好幾台的計程車 一幫司機拿著傢伙下車 司機們和阿國互相叫囂 指貓傢伴 指貓傢伴 HYK 開完槍後的三人立刻跑離現場 他們來到西門町的可愛大旅社 開了兩間房間 小齊和阿國同一間房間 阿兜阿因為隔音差 所以到了樓下繼續打電話想找傑哥 但依舊電話沒有通 他只好打回家裡打聽 此刻他才知道傑哥曾經打電話找過他 傑哥正在淡水避風頭 兩人通了電話 傑哥取得了地址後就動身前往 但車鑰匙在美美身上 美美一聽到他要去處理江湖事 頭也不回地把自己反鎖在房間裡 暗自哭泣 任憑傑哥不斷地在外面叫嚣 阿兜阿在旅社前吃米粉湯 此刻有一群非山類走進旅社 他們是方程的人 帶頭的一走進旅社就不斷問老闆娘 有沒有看到像阿國或阿兜阿的兩個人 老闆娘怕惹事 故意裝作沒看過兩個人 此時的房間內 阿國一邊看著電視裡的槍戰 一邊把玩著杏彈槍 並且教小琪如何裝子彈 忽然方程的人闖進房間 小琪手中的槍發出驚天巨響 阿兜阿回頭看旅社門口 驚覺不對 拿起麵攤的菜刀就衝 但被一樓把風的小弟攔住 兩人糾纏打到了巷口 忽然旅社傳來槍聲 有人大喊報警 對方就溜走了 當阿兜阿衝到房間時 只見到血跡斑斑 一位方程的人倒在一旁 而進到房間 見到小琪縮在浴缸內 酷度驚嚇讓她說不出話來 而阿國早就逃離了現場 阿兜阿像是無頭蒼蠅 在西門町找阿國 但怎麼找也找不到 打電話回家求助也沒人接 隔天淡水河邊 早上運動的老人發現了阿國的屍體 阿國身上有嚴重的外傷 以及身旁有一把現彈槍 故事的結尾 阿兜阿緩緩地唸起阿國的日記 5月15 英語 人生海海 今天跟姊姊去參加俗工的葬禮 雨很大 想到爸爸媽媽車禍去世那天 我在派出所 被姊夫保出來 雨一直下 像我的悲哀 好的 我是明君 如果喜歡這一次主題 請幫我按讚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